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這一次來講解的是 孟子中央篇章選讀課程 我們這一次是進行單元3 孟子的篇章 梁慧王上的一個重要篇章解析 這個孟子總共有7個章節 總共14卷 總共這個梁慧王是第一篇 上篇也是第一卷的部分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這個梁慧王 就是魏慧王 那為什麼叫做又稱為梁慧 因為魏國的首都啊 叫做在大梁 魏國怎麼來的呢 魏國呢是在春秋時代有一個 國家相當強大叫做晉國 晉國呢 他到了這個周威列王23年 正式被這個三家分進 哪三家 就是韓、趙、衛、三個國家 本來他們是六個國家 梁慧、中興跟韓、趙衛 那六個國家呢 原本都是晉國的重要的臣子啊 清代夫 那因為呢這個晉國的一個王室旁落 大權旁落在這些公親手裡面 經過呢這個不斷的一個吞併啊 剩下三個 那其中當時候呢在戰國初年的時候啊 那以這個魏國為最為強大 那因為他定都啊在大梁 所以當時候的一個梁慧王 是算是國律頗為強大的部分 好 那這個呢他這個梁慧王大概時代是西元前400年到319年的部分 那這個呢是魏 又稱之為魏慧臣王 一說的這個魏慧文王的部分 那是戰國時期 戰魏 魏國的第三位君主啊 在魏期間是西元前370年到319年 孟子蘇啊又稱為梁慧王 我剛有說過這個大梁 那這叫魏國 那在莊子中又稱為文慧君 文慧君他事上所指的是 同一個人 那這個人呢還蠻特別 我們之後會再講到 這個 這當時候呢 這個魏國的國力啊 在魏慧王的時候達到最高峰 但是呢也 從魏慧王底下開始衰落 好我們來看一下 那首先呢 這個是蠻有意思的齁 孟子的第一章呢 梁慧王 這個上的第一個句呢 就是孟子呢去見梁慧王 我們之前說過啊 孟子當時候呢 他曾經也是想要周遊列國 來推行他的一個思想 跟他的學說 希望呢有君主啊 能夠 依從他的一個想法 來作為施政 那很可惜的啊 孟子這努力的這些年 其實並沒有 養好的成效 大部分的君主呢 或者是仰慕他 或者是欣賞他 或者是欣賞他 但是呢 還是沒辦法按照他的一個 理想跟規劃來執行 那孟子呢 建議梁慧王呢 這個梁慧王第一句話就問他說 首不遠千里而來 將亦將有亦無國乎啊 這個首呢 是個就稱這個孟子啊 老人家 您不遠千里啊 您遠道而來啊 經過這麼長的路途啊 來到我們這個國家呢 要有帶來什麼利呢 無國呢 帶來什麼好處給我呢 那這句話呢 這個實在是講得非常的白啊 那也是一個當時候的一個 的一個常態啊 哥知道當時候呢 是一個遊士啊 到處去遊說這些君主啊 如果今天遊說成功 君主那麼說 你這個人的說法 這個這個方法好像可行喔 那你留下來 我就給你官位 我們之前也提到過啊 有一個很有名的 叫做蘇秦啊 蘇秦呢 他也是周遊列國啊 他到處推銷他的學說 他到了秦國推銷什麼 推銷如何 這一個呢 消滅其他國家的方式 但是呢 秦國不想用他 那蘇秦怎麼辦呢 他跑到其他國家去說 來來我告訴你們 如何來阻止秦國侵略的方法 了解嗎 也就是說他們呢 因著他們去遊說 他們的目的其實 不是要有什麼功利啊 為什麼公益 公益不是 他是為了自己的出身啊 為了自己的一個利益啊 所以呢他們到處去遊說 那怎麼說都說 那我希望你這個國家能夠怎麼樣 因此呢 也會讓這個呢 楊慧王呢 他誤以為 孟子啊 跟其他的這些 這個遊士一樣啊 只是來這邊啊 講講什麼好處啊 你告訴我什麼 有什麼好的方法 因此他直接用 這樣這個立無果 那一路一路用這種的一個狀態啊 來 來跟這個 孟子啊 來做個回應的部分 好 孟子當然聽的啊 不是很高興 那就說啦 孟子啊 對約啊 古代的呢 下對上都是用對約 王何必約利啊 亦有人義而已 王你 不必一開始就說利嘛 其實就是人義而已嘛 那王曰何以利無國 大夫曰何以利無家 你問我說 我要代改 你國代代有什麼好處 你底下士大夫問我說 問說 有什麼對我家有什麼好處 這個呢 世宿人說 何以利無 對我這個世宿人 一般的名字 對我什麼好處 上下交真利而國以 大家呢 上跟下念的人呢 他們只講就利啊 有利的才去做 沒有利就不去做 有好處 荒檢他說 有好處我去做 有錢賺的才去做 沒有錢的 沒有好處的 我就不做 那這個國家就危險了 為什麼呢 萬聖之國 這個同學都要念聖 萬聖之國 萬聖呢是什麼 就是戰車 以前啊 在春秋時代啊 在計算 一個國家 到底強不強大 是從他們有多少量的戰車 啊 萬聖呢 當然是個大國 千聖呢 是個小國的部分 或者是一個 清代夫的規模 好 萬聖之國 四其君者必千聖之家 那些萬聖的大國啊 能夠殺掉他自己的君主的啊 四十殺啊 必一定是那些千聖之家 千聖之家啊 四其君者必百聖之家 各位知道 以前是這個呢 像一個階梯一樣啊 國君底下有臣子 臣子底下還有自己的一個 這個臣子加成的部分 一層一層下去 好 那因此呢 萬聖千焉 千聖百焉 不畏不多於 為什麼呢 為什麼這些人會殺掉他們自己的 啊 的一個 的一個 算是他們的一個長官 或是他們的一個領導 領袖呢 因為呢 利之所趨啊 啊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認為有利嘛 有利可圖 我就把你殺掉 對我最有利嘛 我跟你沒有道義可言嘛 我不想跟你講道義 我是你的臣子 這樣的一個道義 不屑 因為我跟你講的只是 我 跟你只有利益 你對我有利 我就在這裡 你對我沒有利 我就把你殺掉 啊 來取而代之的部分 好 之因此呢 這樣的一個情形呢 在利在當時時候呢 常常屢見不鞋 啊 這個其實孟子觀察 非常的一個入圍啊 當時說的確是這樣子啊 甚至呢 這個啊 父子啊 也會因為權位而反目了 好 苟為厚義而先利啊 不躲不厭 今天呢 如果你把義放在前 這個呢 義放在這個前 而這個 而這個 這個利也放後面 不躲不厭 為有人而為其輕則也 為有義而後其君則也 就是不會有這樣的一個情形啊 不會有這樣的一個情形啊 不會有這樣的情形的反過來 王義約人義而以何必約利 也就是說今天呢 今天你要把仁義講到前面 這其實它才是一個維繫 人跟人之間的一個重要的一個關鍵 今天我們人用 如果用利啊 來驅測別人 那這個利沒有之後 那這個呢 就沒有任何的關係 那國家反而是危險 好 那因此呢 看第二個 這裡有一個成語啊 各位 諺語的各位都知道 五十步笑百步啊 這個也是從孟子裡面出版 其實孟子啊 很多的一個 這個成語啊 或諺語 就從這邊出版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五十步笑百步 其實就是差不了多少 大哥笑過的歌 差不了多少 楊慧王就說了 寡人 古代的帝王啊 經常稱為這個鄭啊 孤啊 寡人啊 不古啊 這些稱呼很多啊 自稱寡人至於國也 我對我的國家 盡心焉而已啊 相當的盡心啊 河內凶 則宜親民於河東 河內內鬧饑荒 我就或是有一些災害的時候 我就把它的 挪到河東 那各位 這邊跟各位講一個觀念 這邊所謂的河呢 如果沒有特別指稱啊 通常指的就是黃河 那這個如果沒有這個江呢 沒有指稱哪一條江 那其實你可以想 那應該是長江 因為這個黃河跟長江啊 是孕育中華文化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兩條河流 因此很多時候呢 就直接這樣稱呼 大家也都能夠理解 好 然後呢 宜其屬於河內 等於說呢 這個呢 國內有一些天災人禍的時候呢 他能夠應變關心人民的生活 那何東雄 已然反過來 他就做調整 反正就是讓他的人民啊 能夠做這樣的一個安居樂業啊 他認為他自己有做到 然後查寧國之政 但是我看我隔壁國家的一個 政治啊 沒有像我寡人這麼用心的啊 但是呢 鄰國之名不加少 寡人之名不加多 何也 可是呢 如果照這樣的看 照到底他們應該來投奔我才對啊 因為我對他們好啊 怎麼好像 呃 沒有這樣發現 他們的人民沒有減少 那我的人沒有增加 各位要知道 在以前啊 這個呢 國家的力量 國力的多寡 跟什麼有關 跟人有關 人口越多 生產力越強 生產力越強 能夠去當兵的越多 所以戰鬥力就越強 軍隊就越強盛 啊 所以呢 在這個情形之下 啊 我們可以知道 人越多越強大 那是那個時候的思維 那當然以現在來看的話 那不見得 現在都是一個高科技的一個戰爭 武器都是非常的先進 用電腦電 電腦電子控制的 人多不一定有管用 人都不一定管用 是早期的時候 人多就是國力的一個代表 好 那來看哦 這個孟子啊就對約說啊 王浩戰 情以戰獄啊 你喜歡打仗啊 那情以戰獄 我就用戰爭啊 來做個比喻 戰爭上一個 比喻啊 那田南谷之呢 冰刃季節啊 這個的疾骨啊 準備 雙方啊準備要開戰了 打冰刃季節 然後一打 碰觸冰刃之後 哇 有一方呢 開始打敗仗 然後呢 氣甲一兵而逃 氣甲盔甲也脫了 那兵器也丟 為什麼 因為盔甲重啊 逃跑不容易 所以趕快把盔甲脫掉 那兵器丟了 你也比較不會 比較好跑 逃跑部分 然後呢 這些逃跑的士兵啊 有一些人呢 跑了一百步啊 就停下來看看 狀況怎麼樣 有的人 跑了五十步 就停下來看看 然後呢 五十步笑百步 則何如 啊用五十步的 來笑一百步 你真是 你真是這個呢 太膽小了 沒有勇氣啊 竟然跑那麼遠 我才跑五十步而已啊 這樣子可以嗎 那當然呢 這個 這個呢 梁慧王啊 就回到說 不可啊 直步百步啊 這都在淘寶啊 這都是淘寶啊 這個 就是他們拋棄盔甲 拋棄兵器 這是事實的 他們已經放棄他們的應有責任 而去做不做這個事情了 他也是在逃跑啊 怎麼可以說 這個五十步 來笑百步 其實他們 他們的一個狀況都是一樣 都是在逃命啊 這在逃命 不對的 不應該這樣子的 好 那其實呢 這個孟子是要 跟 這後面我們沒有引 後面比較多 其實孟子是要跟梁慧王說啊 你們就是五十步笑百步啊 你以為你做的很多 其實你也沒有做的真的做那麼多啊 那 他們的國家當然做的比較不好 其實就是做不好 那因為你沒有做的比人家更好 你只是比他好一點而已 那你用好一點來笑別人 那實際上 其實 差不了多少 你還是沒辦法 讓人民真正的安居樂業 好 那所以呢 這個地方我們來看 帥獸食人 帶領的野獸啊 的食人 聽起來好恐怖啊 那這邊講的意思是這樣子啊 剛時候的一個貴族啊 他們實際發動戰爭啊 同學知道啊 這個呢 一旦戰爭呢 當然呢 這個呢 一降功成萬苦苦啊 那倒霉的呢 就是人民啊 就常常來講這樣 倒霉的就是人民 因為人民呢 糧食被徵召了 被抓去當兵啊 然後去打仗啊 打了聖仗呢 啊 也許呢 還有命回來 打了敗仗呢 就這個呢 人一去啊 不復反的部分啊 所以呢 這個啊 有時候執政者啊 沒有想到人民的處境啊 這會是蠻麻煩的問題 好 那這邊我來看一下 一看 當時候很多的一個貴族啊 是這樣的 苟字豬啊 苟字食人食而不知檢 你養的那些寵物啊 吃人吃的食物啊 但不知道檢討 路途上有二瓢 這個瓢 二瓢是餓死的人啊 也就是說 這個苟字啊 他們竟然可以吃人的食物啊 這是不可思議的 苟字在當時候只是一個吃廚餘的 就是吃人所剩下的東西的 怎麼可以讓他吃人的食物 而讓路途上很多人 餓死在路邊 而不知啊 把這個良想發出去 等到這人死了呢 才會說 哎呀 不是我造成的啊 是 是這個年歲不好啊 是這個 天災人禍 天災造成的 跟我無關啊 那這個 是何以吃人而殺之啊 就好比說 這個有人啊 拿刀子去殺別人 殺了別人之後 就說 不是我殺的啊 誰殺的 是刀子殺的 我曾經在最近在一個新聞上 就看到類似的啊 說這個 這個類似這樣的一個 嫌疑犯啊 殺了這個 傷害人之後啊 還這樣說啊 我不知道啊 他這個自己來 跑來撞我的刀子的啊 各位 這樣的論點 您可以接受嗎 那當然是 很難讓人相信的接受 所以呢 今天呢這個呢 亡無罪歲 師 天下之名之言 你不要這個網 你不要怪罪啊 你不要牽 就是我們這樣 我們都講台語的 要牽托啊 你不要牽托天災啊 明明就是你可以做了 你可以做得更好 你可以防範未來 就算天災發生了 其實你也可以去做一些 安排的部分 那如果你真的這樣做到的話 那人民當然會來的 那梁慧王就說呢 這個寡人怨安成教 我想聽聽看 您的說法是怎麼樣子啊 然後呢 這個呢 孟子就對約說 殺人啊 用這個挺啊 是木棒 棍棒啊 跟刀 跟那個刃是兵刃 有沒有差別 沒有差別 為什麼沒有差別 因為呢 你用刀子跟 重點是這個人死掉了 你 他的一個最後的結果 是這個人死掉了 不管他是用 棍棒來打死他 還是用刀蟹來刺死他 他都死掉了 有沒有差別 沒有差別 因為結果就是 這個人已經 這個已經傷造成死亡的部分 那這樣的人 用以刃與正 有何以義 也就是說 你用刀啊 跟這個正啊 來殺他們 有沒有什麼差別 有時候 這個有一個詞語叫 柯正猛與虎啊 柯正猛與虎 這個人 有一個就是 應該是 孔子的故事 很有名啊 有一家人呢 這個呢 住在一個山邊啊 然後呢 看到一個老夫人 哭得很傷心的 說他兒子死了 為什麼呢 因為被老虎吃了 那被老虎吃了之後呢 他就說 那可以搬家吧 不要住在這裡吧 那他也說 那因為老夫人又說 他的老公啊 他的誰誰誰 都是死在老虎的 這個這個手下 因為 因為那地方老虎多嘛 野生老虎多嘛 會吃人嘛 那 我們都問他說 那既然這樣子 你不應該住這裡啊 住這裡這麼危險 你應該都在都市裡面去 不會有這些野生的一個 老虎會吃人的啊 結果老夫人就說啊 因為這裡沒有柯正啊 啊這裡呢 這裡雖然呢 這個是這裡是偏江 啊這個 比較偏遠的地方啊 沒有那些柯克的官吏在這邊啊 所以呢他反而是暗居樂業 所以他會有這句話叫柯正啊 啊猛於虎的一個啊說法 嚴苛的政治 有時候呢比這樣一個更可怕 我們可以從來一些啊歷史上 甚至近代就有這樣的情形 一個錯誤的決策啊 可能會讓很多人啊啊 啊到時候這個傷亡的部分啊 啊這不一一列舉的部分啊 那來看 月跑有肥肉 這個跑呢 是廚房裡面有肥肉 舊裡面的馬舊裡面有肥馬 但是人民 卻有飢生 卻有飢餓的感覺 那表示人民沒有吃飽嘛 那在半路上 在荒野中有餓餓死的人 此率獸而食人也 雖然不是真的啊 讓怕讓野獸去吃人 可是這樣不是漸漸上 你可以把給人的食物 然後竟然不給人吃 給這些動物吃 在某個方面 不是就是一種你在 帥點這野獸來吃人嗎 意思是可以對等的樣子啊 雖然不是真的去叫野獸去吃人 可是意思是有相近的齁 那受相識啊 人且人二之啊 為民父母 這個行政不免率受食人 而在其為民父母 今天呢 我們身為一個執政者 你是人民的一個父母官啊 你可以說是人民的父母 你應該要照顧人民 而不是呢 變成說好像在率受啊 來施人一樣 那這個呢 事實上是不應該的 眾你呢 眾你是孔子的字啊 眾你啊 這個始作勇者其無厚乎啊 為什麼孔子這句 孔子很少罵人啊 這句話在罵人的啊 開始創造勇這種人的啊 這個應該沒有後代 那什麼叫做勇 以前的這個勇啊 就是陪葬 各位知道這個是兵馬勇 兵馬勇 這個是有顏色的啊 我們其實兵馬勇是很漂亮的齁 只是因為 大部分顏色都脫落 這是少數啊 顏色沒有脫落的兵馬勇 你看都上色 做了跟人一樣高的部分 那早期呢 在勇之前是幹嘛的 是把活人殉章 活人殉章 這個帝王死掉之後 把他的妃子啊 把他的馬啊 他的狗啊 他愛好了一切的啊 他的仆人啊 全部都抓去賠償 活埋的方式 或是殺掉在 在擺好的樣子 的一個樣子啊 那後來呢 有一點改善了 變成在做勇的部分 可是 勇這種心態有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 你還是一種殉章的概念啊 所以孔子才會 這樣的猛烈批評 始作勇者 開始 因為你的居心是不對的 因為你的居心就是 是跟你前任殉章的人 其實是一樣的 只是因為你沒有用真的人進去 你是用這個 做逃勇的方式來做 好 所以也就是說呢 為其向能而用之也 如何使 失明機而死也 所以你要做的是 不要改變當時候的 一個環境 重視人民的需求 並且呢 回應人民的需求 讓人民呢 真正能夠在這個土地上 安居留業 才不是率受食人啊 然後呢 梁慧王又說了 晉國呢 天下莫強耶 守之所知耶 晉國就是他們原本 分的那個地方 極寡人之聲呢 東拜於齊 長子死焉 西上地於寢七百里 南路於處啊 寡人此之啊 願彼死而 依撒之啊 如之何為可 好 這句話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蠻有意思的 東拜於齊啊 長子死焉啊 這有一個故事啊 這個是就是那孫病 跟龐娟的故事啊 孫病跟龐娟呢 他們兩個都是鬼谷子的學生 兩個都是鬼谷子的學生 那當時候呢 有一個故事是這樣說 鬼谷子啊 當時候就跟他們兩位弟子說 你們如果想要畢業啊 要出山啊 要下山去做一番事業 你們先過我這一關 哪一關呢 啊這個 我今天我在茅草裡面 我在房屋裡面 你們要讓我能夠離開這個茅草屋 才算是畢業 好這個龐娟一聽到惡話不說 開始防止點火 啊點火 就點火直接點火 不管老師你要不要出來 你不出來就燒死了 所以這個沒辦法 鬼谷子只要跑出來 然後呢輪到這個 這個孫病的時候呢 啊 他就跟老師說 哎老師您剛剛講的那個不太清楚啊 那不能再講講解一下 那鬼谷子認為說好像的確剛剛太匆忙了 就出來講 結果呢 等到鬼谷子一踏出地方的時候呢 這個孫 這個孫病就說謝謝老師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把他騙出來的 OK 那後來兩個人呢 分別啊 這個龐娟先下山 他到衛國裡面 衛國人擔任將軍啊 得到信任 可是呢 這個後來呢 這個孫病啊想去投靠他這個師弟啊 可是呢這個龐娟認為說 這個孫病啊 得一個才華比我高啊 如果今天他來的話 那我不就沒有地位了嗎 而且 而且這個顯然啊 他人家都說他得到鬼谷子 這個老師的一個真傳 那經過這樣的一個過程呢 這個呢 孫病啊 就是被龐娟陷害 那陷害呢就把他的雙腳啊 連這個齊齊切掉 所以稱之為病型 所以孫病本來不叫孫病啊 是因為被切的這個樣子才變孫病 那被切的腳之後呢 他就離開 他就逃離開了這個衛國 到了這個齊國 後來呢就是因為這樣啊 幫助齊國啊 打敗了這個衛國啊 甚至龐君也死了 他的太子也死的部分 啊就是當時候也就是我一開始說的 這個在梁慧王的時候呢 是一個啊這個 衛國啊 國家國力從最鼎盛 一直到衰敗的一個關鍵點 好關鍵點 好 那因此呢這樣說了 他認為說呢 當當時候梁慧王的意思是說 我當時候我國家啊這個 到處都打敗仗啊 國力視為啊 那應該沒辦法做了 那孟子對於說其實呢 不用太多了 地方百里而可以為王啊 為什麼呢 因為你只要私人證啊 這是孟子的一個很重要的官方 省刑法 節省啊 減少那些不必要的刑法 薄稅鏈啊 這個稅收啊 變少一點 生根異弄啊 啊這個讓人民能夠安居啊 去跟蹤 然後呢 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涕中心啊 那些年輕的人啊 他們可以在跟蹤之餘呢 能夠培養他們的德性啊 然後入以士其父兄 出以士其掌上啊 啊所以說呢 這個讓他們能夠知書 達理啊 有這個道德意識啊 而且呢有能夠能夠養活自己啊 養活家人啊 其實就是這樣 好 然後呢 這個可以使自挺 以達情楚之間 假力 可以用他來對抗啊 這些秦國啊 楚國這些啊 軍隊等等部分呢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比奪其民始啊 使不得更動 這些士兵啊 被迫啊 離鄉背井啊 來別的國家打仗 基本上他們已經 心中有不滿的部分了 那今天呢 這個父母無法奉養 然後呢 父母動二 兄弟妻子離散 啊 兄跟弟跟妻跟子啊 子是兒子啊 不是妻子 是妻子 三生的部分 等於是兒子的意思啊 也就是說這些 國家呢 他們雖然呢 非常的一個 國藝強大 基本上呢 他們是犧牲 這些人民的權利啊 強迫人民呢 來打仗啊 打仗離鄉背井 還可能死在異鄉啊 沒有人在意他們啊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 就是不在意人民啊 所以他這邊說了 如果你能夠避免 他們這些人的情況 叫人者無敵啊 能夠行人的人 他是無敵於天下的 亡情勿疑啊 也就是說他跟啊 這個梁會長說啊 你不要擔心啊 你不要以為你的國家小 再怎麼小 只要願意做都能夠成功 是怕你不做不行人政而已啊 那相對的這些國家 雖然國力強大 基本上呢 他們都是在強迫人民 來做這件事情的 是不可以長久的啊 是無法維持啊 長久的一個狀況 那因此呢 那因此呢 這個後來呢 孟子見梁襄王 梁會王的下一個 下一任啊 出獄人冤 獄是當動此用 要登彥四身啊 望之不是人君 舊之而不見所謂啊 看遠遠看不像人君呢 跟他接觸 他也沒有讓敬畏的樣子啊 沒有國君的樣子啊 各位要知道 這裡有時候是封建制度的問題啊 封建制度呢 就是父傳子子傳孫啊 孫在傳他的孫 他的兒子啊 那到底他兒子好不好 看運氣啊 運氣好 那他兒子也非常能幹啊 這個非常的優秀 這個人民啊 可能可以在他帶領下 能夠過得不錯 可是相對的呢 如果今天這個君主不好 你能夠說不要換一個嗎 不行 你要接受 今天君主荒言無道 你說啊這個怎麼樣子 你要換一個嗎 可以很難啊 也就是說 這個封建制度呢 他不保證 他的繼承人是優秀的 今天遇到好的君主 願意為人民著想的 那運氣好 今天遇到 不願意為人民著想的 誰所欲為的 甚至暴虐人民的 那也沒辦法 除非真的忍無可忍之下 就一個反叛的部分 好 那一直他問他說呢 這第二點 他說跟他說 誰能夠統一天下 如何能夠誤乎定 能夠統一天下 到底怎麼樣才能夠統一天下 然後就是一個很基本問題 誰到底誰有能力 具備什麼樣特質的人 才能夠統一天下 他說定於屬內一之 誰能夠一定會統一的 但是呢 是誰呢 是 不是殺人者能一之 這個跟當時的認知不一樣 為什麼以前是這樣子啊 兩國打仗 我打贏了 殺了你的軍隊 打敗你的軍隊 然後佔你的土地 然後我的土地越戰越多 越戰越多 哇 終於統一天下 那當然孟子的看法不是 他認為說 不喜歡殺人的人 不愛殺人的人 才能夠統一啊 他的認為 因為他是行人政 好 那東西 為什麼呢 孰能與之啊 就是 那孟子舉了一個很有 很有這個意思的例子 蠻貼切的 你知道這個 他會問他說 這個王之府苗園 什麼叫苗 在七八月之後 如果下 這個乾旱的時候 沒有下雨 你看那個苗啊 剛剛 剛剛生的那個苗 都快哭死了 今天如果突然間 下了一場大雨 沖沸了雨水 佩蘭下雨 也就是突然間 這個苗獲得水之後 馬上 生長出來 其實我們在 在這個植物界 是這樣子啊 那我啊 那就是沒有水 他都不會長 突然間有水 會竭盡所能的 趕快來生長 好 所以呢 今天下自然 未有不是殺人則也 大家都喜歡殺人 就是征戰啊 這跟你的軍隊打 把你的軍隊消滅啊 那消滅是代表什麼意思 當然是把人殺了嘛 對不對 甚至到後來參政 戰爭越來越殘酷啊 勤果曾經有一次坑殺 趙國的這個士兵啊 40萬啊 40萬可能是誇張 但是應該是蠻多數量的 活埋這些人啊 這些人都已經投降 照樣給他活埋 這邊說戰爭這麼殘酷 那40 假設有40萬人 代表40個家庭 就破碎了 所以他認為說他這破碎 然後這個呢 這些趙國人民 他們的家人被趙國啊 被秦國坑殺了 我請問各位有沒有仇恨 會有仇恨 他們對於秦國不可能會原諒 我的父兄 我的某某人 都死在他的秦國 我怎麼可能會聽他的話 所以這個孟子在講是他的道理的 而且呢 當你徵戰越多 累積的仇恨越多 甚至於看到對方國家 就真的真是 啊 本來沒有仇恨的 變得有仇恨了 就變得一個冤冤相報的感覺 好 因此就像人民呢 像水一樣 如果真的能夠做到呢 不是殺人者 大家引領而忘 這是孟子的理想 然後呢 能夠達到這樣的一個地方 寧歸自由 水救下 佩蘭誰呢 沒有人可以抵擋的 好 夾泰山與超北海 夾的泰山 泰山就是一個武裕之裕啊 泰山啊 夾泰山能夠超越 這個越過這個北海 可能嗎 當然這個誇事啊 好 那因此呢 他就說了 夾泰山與超北海 遇人約 我不能了 是成不能 你跟別人說我辦不到 我沒辦法把這個泰山夾起來 這個越過北海 這麼廣坡的海洋 沒有人會懷疑你 沒有人會認為說啊 你明明做得到 你亂做 不可能會做到 所以大家都說 我知道 你做不到我也做不到 全天下應該沒有人做得到 可是呢 為長者摺之啊 你幫這個 一個長輩啊 摺之來做拐杖等等的部分 遇人約 我不能也 你幫一個長輩 去摘一根樹枝 來讓他當拐杖 你說你做不到 別人會認為怎麼樣 你不想做 你不是做不到 你是不想做的部分 所以呢 因此呢 你今天說王子不枉人非夾泰 我今天叫你做這事情 我希望你能夠做的事情呢 事實上並不是屬於這種呢 真的做不到 夾泰山與超北海之類的 王子不枉人是摺之 我今天希望你去做到的 是像去摺之一樣 幫老人家去摺一個樹枝下來而已 所以呢 基本上老無老以及人之老 我們幼無幼以及人之 我們呢 把這個尊敬自己長輩的人 的一個心態呢 移轉到其他長輩身上 把愛護自己的一個晚輩的心態呢 移轉到其他人的晚輩身上 從這樣的做 那天下可運於長 就能夠達到這樣的一個情形 好 那詩語呢 這個詩所指的是詩經啊 詩經說呢 行與寡其 這個行是當妻子的一個榜樣 至於兄弟 當兄弟的榜樣 以育於家榜 那這個可以 治好理好這個家的部分 為什麼 因為我們把這個自己作為榜樣 不要要求別人 我們常常要求別人 可是你自己有沒有做到 言舉詩心加諸筆而已 顧退恩以足以保釋 不退無與保棄之 所以因此你要把它的 也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情 這樣的一個思緒 我對待我家人好 我把它推廣出去 我對別人也好 我今天不會是我對我自己的家人好 我對別人都不理不睬 甚至欺負其他的人 來讓我自己好 不是 但是我把這樣的恩典這樣推 或是無與保棄之 古之人所以大過人無他 就古代的人 為什麼能夠遠超過現代的人 因為他們能夠把這種人推出去 把退恩推出去的部分 經恩足以及禽獸 而公不自為 你今天呢 你會照顧你的這些禽獸啊 這樣的一個非常的仔細 當然養的肥肥的 養的怎麼樣 可是你卻不知道愛護百姓 為什麼 你在意你的馬匹裡面 有這個非常好的馬匹 可是你的人民卻吃不飽 甚至餓死在路旁邊 成為餓死鬼 為什麼這樣子 所以你要知道什麼叫做輕 什麼叫做重 啊 那輕重 才會知道去做調整的部分 好 那王 新甲兵啊 為士神 夠願諸我 然後快於心 於是呢 你今天呢 你發動戰爭啊 然後呢 為士神 派你的這個 士人 派你的這個 底下的臣子 去打仗 離開他的家人 可能會死亡 對不對 然後呢 去跟別人打仗 就跟別人結怨 你打人家人家當然不高興啊 那別主軍就來打你 你打過來打過去 造成的傷亡更多 也都是你的人民 然後呢 你覺得這樣子好嗎 所以這個地方很明顯的 說出孟子的一個反戰思想 戰爭無法解決問題 戰爭只會造成仇恨 戰爭只會造成傷亡 而且呢 當你想到 你會把你自己的兒子 你的長 兒子 退到戰場上去嗎 如果你今天你不會把你自己的兒子 推到戰場上去 為什麼 你會把輕易的把別人的兒子 推到戰場上去 你不會推恩嗎 如果你今天你會推恩 我怎麼會 我今天這個戰爭呢 是殘酷的 是 子彈是不長槍的 子彈是不長眼的 打到了 死了 那就一個家庭就破碎了 如果是我 我會讓我的家人這樣做 親人這樣做嗎 不會 可是為什麼會 輕易的別人 將心比心之下 就是可以做到這樣子 好 那其實呢他這邊要講的呢 就是說 明君啊 致民之產 就是他講的是明君的部分 啊 什麼叫做明君呢 明君就是讓人民啊 安居樂業 這四個字啊 啊 熱稅終身保 匈年美於死亡 年歲好的時候呢 大家吃得飽 穿得暖 年歲不好的時候呢 沒有關係 因為真的不好 但是至少不要餓死 啊 你要提供震災救濟 讓他們不要餓死 然後呢 驅之以善 讓人民呢 去做 能夠去行善 提示他們的一個 道德城市 啊 那如果今天反過來 今天人民啊 這個呢 他們今天養不活自己 無法奉事父母 然後也無法養活妻子 然後呢 熱稅終身苦 年歲好的時候 還是覺得生活不夠用 修年 如果今天年歲不好 鬧了漢災 就死亡 那這東西其實就死 恐怖詹啊 西霞治理義詹 這個講的真的很有道理 為什麼 今天為什麼你會 今天如果今天 啊 你吃得把酸的暖 你才會去重視這些理義 啊 這個這個 啊只有今天你吃不飽 東西在那邊 你搶不搶 我們人的一個 這個生物的本性啊 生理的本性 就會道過道德利斯 因為你吃不飽 啊 我家裡面還有七口 喔大夫 我要不要跟人家搶糧食 要不要搶藥 齁 沒辦法的事情 你啊 你今天我就不會 你你你你先請 我先請 我們排隊慢慢排隊 不可能 一擁我上誰搶到 因為你還有家人要照顧 就算不為了你自己 你還有家人要照顧 所以 你會呈現出那種 啊 比較 生理上的一個 這個需求去爭奪 那 這個不是一個國家 應該帶給人民的 他應該要帶給人民是 安需樂業 就算遇到災害的時候 也能夠立即啊 能夠轉變 好 啊所以呢 他實際上這邊這個理想啊 五母之宅啊 數之以商 種的商數呢 五十以上啊 可以依佛啊 啊 這個佛是比較好的 絲綢的衣服啊 雞屯狗製的之處 無私其死 按照他們的死去啊 生生長長吃掉啊 這樣 這就是一個按照他們的一個 齊學分 七十歲可以吃肉 到七十歲等其實已經 啊長者分他們可以吃肉 百母之田物多其死 啊 什麼叫物多其死 今天他要跟蹤的時候 你還來 你還打仗 跟他叫去打仗 啊去爭仗 那他田怎麼辦 田誰去種 沒人種 就荒廢 那荒廢之後 沒有糧食怎麼辦 那就二肚子 八口之家 然後呢 謹陽序之教 去學校生之以效率之意 般白者不負載道路於 般白者是說 這個頭髮白的啊 這些老人家呢 就不用很辛苦的 還要背的東西啊 到這個 在馬路上辛苦的工作 因為他的 他的子孫奉養他 老者一搏實肉 黎明不羈不寒 而不亡者未知覺 如果今天啊 一個君主能夠做到 讓老人家能夠 穿好的衣服 吃肉 然後呢 這些一般人民呢 能夠不會 飢餓 也不會寒冷 有衣服可以穿 這樣子 做到這樣還能夠不亡者 那不可能的 也就是說 你要當一個亡 行人政 就是要做到 以人民為準 所以其實孟子這邊講的是 以人民為準 人民過得好 才是真正好 才是真正好的部分 好 那我們這個單元呢 就要在這邊 進行討論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